这祸歪着脖子,正在打圈跳动 你以为它是在卖萌讨吃 事实上它早已病入膏肓 每一次集体地打圈跳动 养殖场里的人彻夜难眠 常见的青蛙学名黑斑侧者蛙 又叫黑斑蛙 每年四月中旬 养殖户将种蛙放入繁殖池 熊蛙的口角有一对名囊 在求偶时会高高鼓起 发出响亮的呱呱声 此蛙没有名囊叫声极小 让人误以为它是天生的哑巴 它们会在一众追求者中 选择叫声最洪亮的熊蛙 自由结成夫妻 雌蛙是典型的女汉子 它们的个头通常比雌蛙大 抱对时会将熊蛙驮在背上 娶气不易 熊蛙会死死抱住雌蛙 不管你怎么甩 它都不会松手 青蛙是两栖动物 喜欢在水中缠卵 由熊蛙用后腿轻拨卵带 帮雌蛙接生 助它顺利缠卵 同时在水中完成受精 在自然界中 种蛙生完就跑 让卵团独自漂浮 自生自灭 这些晶莹剔透的卵块 有时还会成为父母的口粮 人工育种时 为了防止种蛙吃蛙 一旦它们生产完 养殖户就用地龙把它们抓走 在20到25度的水温中 蛙卵只需3到5天就能孵化 育苗池盖上一层薄膜 既能保温 又能防止天敌偷袭 与此同时 养殖户开始了割草工作 把草料晒至枯黄 放进池里肥水 在这个过程中 将产生大量的浮游生物 它们是小蝌蚪的天然食粮 搭配饲料营养均衡 小蝌蚪自然茁壮成长 刚孵化的小家伙只有几毫米长 头三天靠卵黄囊供给营养 后面开始摄氏其他食物 它们前期靠外塞呼吸 后期靠内塞呼吸 头大眼大肠尾巴 两个月后 小蝌蚪进入变态期 先是长出后腿 再长出前腿 尾巴慢慢缩短退化 塞呼吸改为肺呼吸 刚变态的小蛙要及时上岸 不然长时间呆水里会溺水而亡 养殖户通过调整水位 搭板造桥等方式 帮助它们登陆 然而变态上岸的过程中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身体器官的变化造成的低抵抗力 温度变高和营养不足都会造成死亡 当蝌蚪长出四条腿后 就开始停止进食 靠吸收尾巴的营养来生活 直到尾巴消失成为幼娃 才开始在岸边觅食 可是青蛙与生俱来就进食 对静止的物体视而不见 对运动的物体却非常敏感 而人工养殖时 基本都要喂食饲料 若养殖户没有及时进行驯食 小蛙就算呆在饲料堆里 也会活活饿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养殖户尝试了很多方法 有将蚯蚓黄粉虫等虫类 和饲料放在食台上 由火尔带动思耳 让青蛙养成吃饲料的实行 如果是自己养殖火尔 成本低于饲料 自给自足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有养殖户专门设计了训食台 网纱自带弹性 当小蛙跳到食台时 颗粒饲料便会跳动 瞬间成为小蛙的附中餐 一般十天左右 小蛙就能改变食性 定时定点上来找吃的 它们的生长速度 很受变态后的体质 以及环境的温度影响 体重基本以每天少于 一克的速度增长 野外的青蛙白天休息晚上活动 人工养殖的青蛙 虽然改变了食性 白天自觉出来取食 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安静地待着 受到惊扰时 才会在水塘与蝎脚处蹦来跳距 它们视力不行 嗅觉也不灵敏 无法通过气味感知食物和环境 仅需用一根草 就能忽悠它们表演节目 养殖过程中 养殖户都要定期抓青蛙 给它们做身体检查 钓青蛙是不用钓钩 它们的舌头是卷去的 一旦咬住诱饵 就难以逃脱 看着青蛙一天天长大 养殖户还来不及高兴 就发现西域的游泳舰脚 犹如醉酒一般 在水里不停打转 不用几天就纷纷翻白度 幸存的青蛙也有各种离奇现象 明明每天都仔细寻持 定期消毒杀菌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 为了找出原因 挽救剩下的青蛙 它们请技术人员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青蛙感染了伊利沙白氏菌 也就是俗称的歪头病 它能入侵青蛙的大脑 使脊柱发生扭曲和歪斜 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若不及时采取措施 就会迅速传播到整个蛙场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分析 它们发现病菌来自土壤 原来青蛙养殖密度大 当青蛙免疫力下降 就会感染各种细菌 而青蛙的粪便大量落入水中 非常难清理 也容易产生各种问题 养殖户在蛙池中上述航水稻 粪便化身为肥料 为水稻提供营养 解决粪便残留问题 而水稻则化身为天然居所 给青蛙提供吃住 实现互利共赢 另外养殖户还会定期放干池水 让土壤进行暴晒 消毒灭菌 除了防病害 养殖场还要防各种偷食者 一只老鼠晚上溜进来 能吃不少青蛙 而且爱在围网上打洞 引发青蛙集体出逃 黄鼠狼更是可恶 直接在蛙场里安家 而白鹿也不甘示弱 大白天就呼朋唤友 在养殖户的眼皮底下直接开吃 被逼无奈的养殖户 只能在蛙场里安置补暑架 架设防鸟网 野外的青蛙寿命约为五年 人工养殖的青蛙可活到13年 不过作为赚钱的香伯伯 他们享受中正寝是不可能的 如果二三月份下苗 一般养殖四到六个月 他们就可以换钱了 养殖青蛙的利润还是蛮高的 运气好 母产保守都有20%到30%的回报率 然而青蛙的价格波动大 特别青蛙上市高峰期 供过于求 收购商压价 自然能卖好价钱 当然品质好 依然还是抢手货 一些细心的养殖户会发现 当青蛙进入冬眠期 市场供不应求 青蛙价格会一路飙升 有时甚至飙到夏季的两倍 如此巨大的差价 让养殖户萌发了反季初蛙的念头 青蛙是冷靴动物 当气温低至6到12摄氏度时 就会藏在冻穴冬眠 靠肺和皮肤呼吸 由体内的营养维持生命 养殖户想要在冬季初蛙 就要用锄头进行盲挖 运气不好挖五斤青蛙 就会除残一斤 损耗非常大 一些有条件的养殖户 会在挖池修建保温棚 让青蛙推迟一个月冬眠 吃多一个月自然长得重一些 最重要的是在大棚中冬眠 青蛙打得洞仅有10厘米深 工人在挖挖时 省时又省力 极大的避免了青蛙的伤残 每年秋季青蛙价格最低时 它们还会大量收购成蛙 把它们送进保温棚 等到冬季时在高价售出 一波操作有价有量 自然赚得盘满钵满 数千年前 人类早有吃青蛙的习惯 如今已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吃法 五斤活蛙 熏出一斤辣蛙 方便又好吃 一年四季都能食用 有肉又有米 蛙田里的原生态稻谷 绿色有机 价格不菲 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